这是发生在监控下面真实的事件 如果没有监控说出去都没有人相信 老板辛辛苦苦忙到凌晨一点半准备喝口水收拾下班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大门口隐隐约约的能看见一头牛老二 怎料他突然就冲了进来 老板直接就被牛老二举高高飞上了天 一边的小伙顿势傻眼了 几秒后才缓过来 他赶紧上前去查看老板的情况 小伙立马拉着老板进入了隔壁包间躲避 太惊险了要不是两人隔着有点距离 差一点就被双飞了 牛老二也有点蒙圈了 刚刚顶飞的人不见了呢 牛老二站在门口寻思了一会 他是又想走又想去找老板 这牛老二一看就不简单呀 做事情有预谋有主见 寻思了一会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完 他开始走进了包间里面 他难道是闻到了什么味道 在寻找着什么吗 不一会包间里面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牛老二开始在里面打砸了起来 发泄完的牛老二走出了包间 这是他又一直盯着包间里的两人 这可把他们吓得瑟瑟发抖不敢出声 要是牛老二在发疯冲进去 那么他们都将吃不了兜着走 牛老二此时非常的淡定 他望着里面的两人并没有要攻击他们的样子 眼睛一直盯着里面 他这是在吓唬他们呢 不知道老板以后是不是要改行呢 这牛杂店是真的牛杂店呀 牛老二待了一段时间后 他觉得差不多该走了 等会要是屠夫找了过来 那么他将一命呼呼 牛老二走在问口停顿了以后 突然一个弹射起步就冲了出去 小伙看见牛老二跑了 他才慢慢的出去找牛老二的主人 这牛老二是闯下大祸了 店也砸了老板也被撞伤了 没过多久牛老二的主人过来了 看见倒地的老板 他们叫来了救护车 随后出去寻找这个闯祸的牛老二